第八場 二班 跑1200米 我們堅仔為大家有一個賽前預計的步速圖 跟我自己估計這場馬是差不多 因為前戰馬都幾多之下 可能步速會拉快 有作爾歸來 移昌寶寶 滿地可 近至屯文 這些都是有前速的馬匹 當然近至屯文最不懂得搞這隻馬 就是他會不會做駕倆 還是會因為排我檔而留在後面 因為前一場他試過有萬集的情況 不過我覺得這場的步速都會相對偏快 好 看回這場馬 正因為這樣 我就搏一下這三個開心神區 老馬是否這個時間內重用 以及會賺到這場的形勢 我知道這隻開心神區 在季內裡試過二班的谷掃千二 就輸過了 但我覺得這次的對手 就是這次的頂磅馬 不算有利共賞 激賞的能力那麼強 頂磅馬這次也是上一次 跟他上一位置 鬥到一邊一邊的好吉利 甚至純細步都是要後上 我感覺上這組二班 沒有他貴內的時候 跑得那麼強 那麽 局掃千二 最近一場贏馬 我知道是三班來的 對手就是美夢成真 或者是酷鼻哥 看看這次 會不會都是早段拉得比較快 這隻的開心神區 跟上一次好吉利一樣 在二班受惠島的步操 那一場就來的 會不會都是自玩主活呢 夏立賢 這場贏上來 都叫做 有用力 但是一直都頂著幾筆的後上馬 他相對都是較為虧的 這次繼續被夏立賢去跑 我相信他都有對於分馬一定的認識 而在月歸來 上一場都要有力拼過 就是擔心 這次投入一個月 他跟紅旗星掌 這次的體力又會如何呢 可以調整個場子 看看紅旗星掌 會不會用多了 如果他跟這隻 宜昌寶寶寶 來算 我就頂賴在月歸來的氣量 因為他在外地已經跑到1400 甚至要贏1,600 而宜昌寶寶 上次贏1,000米 和外地也贏到1,000米左右 兩隻 61會擺在前面走的馬 我就寧願頂賴在月歸來 而三四選的 5號池耀鋒 谷草那場 都是輸到淡淡淡 24元跑到第四 前置馬 他相對是虧了走位形勢 因為他起步慢 這隻就慣性是這樣的 今次過來谷草 可能是把對手弱一點 最近盲門有兩顆 叫做加油集 都是起步慢的 要預算他這件事 不過 希望這場的捕捉拉得快 他可以再追回一直 而好吉利一樣 泥地也要看一看 因為就是好吉利和這隻 開心神的上次穿Q 的比賽片段 大家都適應了二班捕捉 以及這場泥地賽事 其實前面不算放得很快 眼睛就好像後尚蜜 全部被蓋上來 而外檔的好吉利 開心神的上去 一度衝上去 所以如果要得這隻開心神的上去 好吉利 今次亦有些配備轉動 以往是 動過面困之下 都可以上名 看看他會給他多些新鮮感 所以這隻好吉利 手一檔 都是立心作合利用效 看看我有沒有機會 再衝動一直 移昌普普 剛才也說過 在氣量方面 我都要再去 要他多些證明 而且多數這次的一檔 都是大滿之流 所以就 駁他不在 大家佩服之下 他會斷 第八場的心水選擇 初步心水選擇 可以方便你刨馬 看看財政 甚至找找資料 不妨可以下載 堅仔 下載平板電腦 手機 甚至電腦 使用Window 10 都可以到Window Market 下載 如果你在YouTube 看到小弟的初步心水片段 八場 有的初步分析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給我一個Like 也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戰友 一起參考一下 看看初步的心水 有哪一部分 可以覺得你適合 可以先考慮出來用 接下來 星期日的賽事 季內最後一場的借打 到時排位一日 再和大家 初步心水再和大家聊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